取消 Select 預先你要職Charge 所以先來請教一下老王 很多的吊股ETF 臺灣投資人非常喜歡買 昨天呢 是一個爆量往下跌 但有些是沒有破底 可是吊股已經先破底了 整體來看 大家股市怎麼觀察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小米 為什麼不在大陸先CDR 其實它一個關鍵原因 我們拿剛才大概提到這幾檔股票來看 這個是我們的 複聯工業就我們FII 然後這是林德時代跟耀明康德 最先其實關鍵在產業你知道嗎 大概其實複聯工業 他的FII下面的招股說明書 他列了很多檔這個有關蘋果的 他說美國高級機構的這個手機機構客戶 其實就講蘋果 把蘋果概念給我的供應商都拉進來 那就代表說那你到底是 雖然他沒有把鄭州的那個組裝廠 其實他蠻聰明的 因為他知道如果把鄭州組裝廠列進來的話 我就擺明就是鴻海第二了 那複製康第二就不是很好 所以他就列了一些 可是你就他本質還是製造業啊 還是生產零組件的製造業啊 可是你看像這耀明康德做什麼 他做新耀的 新耀的研發 而且他蜜月期蠻長的 蜜月期蠻長的 因為他新耀有研發到在外包給人家 這種新的商業模式需要專利 那林德時代作者剛才大K提到了 我們剛剛有之前有做過專題嗎 他就是做這個電池 那我們也說過 東國電動車未來的專利就在電池上面 所以他的也是很有專利的部分 所以產業 那 複聯工業大家想說 如果你只是個製造業 你怎麼可能有多高的本質呢 就跟我們台灣也一樣 我們就缺乏一個夢 缺乏一個夢啊 像台灣的電子康普股本益也很高啊 可是鴻海的本益比就非常低啊 新耀股台灣的本益比更高 他那個第二個重點是 除了產業化 我覺得淨利路也是個關鍵啊 你可以看淨利路怎麼樣 這是他營業收入 去年的營業收入 那我們看這個歸屬於母公司 股東的淨利路 你把這個地方除上他的營業收入 佔比大概多少 佔比大概4%左右 4%而已 過去3-5% 就是這樣 毛5毛3毛4 可是你看這個林德時代 林德時代一樣 你把這個歸屬母公司的利率 出於這個 大概有快兩成耶 十幾個% 耀明康德也是快兩成啊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 我們即將差一點要破發了 可是人家這個連續跳空漲頂板 所以關鍵在產業 關鍵在這個利潤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回過來看小米囉 大概剛才講到 人家就問他說 你第一季其實是 怎麼是虧損的啊 對 那他因為是這個 主要是優先股的供引價值啦 這快季 所以他小米也說 我把它加回去 其實我沒有賠啊 加回去的話 今天調整之後 我是沒有賠的 好對不對 那沒有賠 可是你可以看一下 調整之後 就算你調整之後 你的淨利路也才多少 不到5% 不到5% 那不就剛才跟剛才你的 這個鴻海 我們FIA一樣嘛 對 那所以他會擔心 萬一我的CDR掛牌之後 會不會面臨同樣的命運 有可能破發 這是他一個重要的 那再來看第二件事情 我們看林德時代 跟耀敏康仁 他到上市之前 其實政經會都有管控 他的募資金額 因為政經會不希望 你們一上市之後 就變成巨獸 然後把所有的資金吸過來 像你們昨天有提到這個 我們目前入股 這個資金的流動非常不足嘛 所以不希望看到這種形成 所以CDR他管了非常多啦 所以這兩家基本面非常好 他們都已經在IPO的額度 已經往下縮減了 所以小米你當然也要 沒錯 可是有一家沒有縮減 就是我們的FII 所以你看到兩個就差別了 這個有縮減的 繼續漲 也沒有縮減的 你就比較遠去差一點 好那再看一下這個 所以小米接下來要想一件事 我們上次有談過 你看這邊這是他互聯網 互聯網是9.39% 可是他自然手機是67.5% 你有沒有發現 自然手機在往下跑 然後這個 物聯網的部分 跟互聯網的部分 在往上跑 因為他也不希望 自己被定義 定義為什麼 一般的製造業 一般的組裝公司 這是很重要的關鍵 好那再看下去 這是入股 我們看看IPO之後 我們來看入股 這是2011年的入股 這是2018年的入股 大家可以覺得 這都是日線 都是日線圖 有沒有一點相似 哪裡相似 哪裡相似 你看都是在年初的時候 看到高點 然後一路往下 都是在年初的時候 你看第一季的時候 遇到高點 然後就一路往下 可是問題是 這個部分是後面的 對 我們目前只進行到前半年 所以大概前半年在這個地方 大概前半年在這個地方 後面會不會繼續在演變 我們接下來 跟大家做一個觀察 為什麼要做到2011年跟2011 因為2011年是上一次 大陸比較慘的時候 跌的最慘的時候 在2011年之後才有一波大漲 那我們就要期待 這一波大跌之後 會不會 未來有 兩張年之後會不會大漲 對 我們跟觀眾來探討這件事情 好 那 其實你要注意 我們現在今年一定是熊市 因為今天很多股市都有創新鋼 入股的部分 入股的部分 目前是熊市 目前是熊市 那熊市它有個產業特別發達 什麼產業 就是這個 我們看到 藍色的部分 就是我們食品飲料 也就是我們傳統的 民生消費 內需消費 你看 是不是在2011年的時候 維持在高檔 那今年呢 目前是熊市 你有沒有看到 消費產業是怎樣 往上的 包括我們上次講的 青島啤酒也是要往上 黃色線就是上陣的走勢 對 黃色線上陣的走勢 然後藍色線是我們食品飲料 對 那你看一下 在20 就是在 這個熊市之前前一年 是白酒股埔漲 那去年我們漲最兇的 路股 茅台 是不是 金島啤酒也蠻厲害的 金島啤酒 對 那你看 在當年 如果當年進入熊市的話 是 低端的白酒漲得最猛 所以你可以看 這個藍色的部分 是2012年之後 2011年是 這個熊市的那一年 你可以看 所以 如果你要從酒類去布局 你現在應該去追逐茅台嗎 其實不太對 如果按照這個熊市的概念的話 你應該去追逐後面這幾家 比較低端的白酒廠 也許會比較有機會 那我們要給個結論嘛 對 那證明現在目前為止都是熊市嘛 可是到底是 美國黑熊還是 北美的棕熊呢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就我對熊 有小友研究一下 真的假的 美國黑熊 你看 這個白白胖胖很可愛 美國黑熊通常看到人 他會嚇跑 反正不會去吃你 真的嗎 對 因為他生性習慣這樣 比較少看到人 那 我告訴你 那這個 這個是 哇 這張牙鏈 北美棕熊 你看到很多那種 電影在演的 都是北美棕熊 就是吃人的 對 那如果我們入股 未來演變成北美棕熊 那就比較不好 如果是這個美國黑熊 就還比較OK一點 那接下來你覺得呢 有沒有機會 看一下 我們這是2011年跟2018年比較 你看2018年的通膨 是不是維持在高檔 抱歉 2011年是不是在高檔 上一次熊市 可是你看今年喔 今年的通膨跟工業這個指數 是不是往下 那代表怎樣 代表這個我們人行 有更大的力道可以來寬鬆 未來可以釋出更大的力多 因為他不怕怎樣 不怕泡沫 因為現在不是個通脹 這是一個關鍵 再來看貨幣政策 你可以看到 貨幣目前是來到這個位置喔 代表是怎樣 他有沒有繼續再往下的空間 還是有的喔 所以我認為喔 如果短線是熊市 可是美國在升級 如果大陸繼續降級的話 中美利差會擴大喔 會擴大嗎 這個也不太好耶 不太好 所以目前就陷入一個困境 但我們可以看一個 國外資金的部分喔 國外資金的部分 你可以看 陸股通的資金 我們陸股通就開放外國人進來嗎 是一路往上喔 可是這個上陣子 就是一路往下 對 你覺得這些外國資金 有可能放著他的股市 放著我買進去 然後一直爛掉嗎 一進去就套了 一進去就套了 而且越套越多 對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來做一個拉抬啦 那再看一下 最後這海外資金 你看海外資金 全部都是往上升的 所以短線來說 我們基本面是看到 我是認為 第四季之後 有機會 慢慢在公國官方釋出一些政策的時候 有機會慢慢往上 可是短線技術面 畢竟還是熊市嘛 你還是要尊重 像大概剛剛提到 我們是用跳空跌破這個長期的 跟大家講過長期的趨勢線 大概兩年 兩年的這個 你剛才是週線 我這是日線 日線就跌破 那當然你這邊就是熊市 除非你把這個缺口回補 我們再討論 你有機會做一個短底往上嗎 不然缺口要先回補就對了 缺口只要沒回補 你都不要去猜低點 因為我說跌勢 就是不去猜直撐 那已經進場的ETF怎麼辦 一檔ETF就要不一樣了 ETF來 你有發現ETF 沒有中錯沒有破底 有中錯 但是還沒破底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追蹤的是 中國A50的指數 你可以去看A50指數 期貨也是沒有破底 而且他們這個是我們的槓桿型的基金 那有參加一些中國的期貨 跟選擇權的部位 所以不見得會完全複製這個上陣指數 就是漲的時候漲比較少 跌的時候也跌比較少 尤其這個現象 目前如果去查這檔的禁止 我上次講過禁止 禁止它已經往下跌了 已經破底了 可是它的市價 目前曾經溢價高到3% 3%的溢價 代表很多人在賭 這個兩倍ETF 不會破底 那未來就要怎麼觀察 當然就直接把前滴 設為長期趨勢線的停損點 如果它這邊跌破 就會像上陣這樣一路往下破 如果守住 你就可以 其他有機會反彈前面這個缺口 在這邊做個震盪 但是我覺得 因為上面壓力還是非常大 套牢壓力很大 你還是要保守一點 好 就算下了 沒有 再者 謝謝 謝謝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